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早晨,回到第二節 這一節可以再講一講,昨天新聞也有報,但昨天大香港就沒有提到的 話說就是Yahoo,用過引Yahoo的資料 上週有新聞日報有家長的深夜,同一位發高燒的兩歲大友和一家私家醫院求診被他修正 並致電全港十三家私家醫院查訊有沒有確診發燒病人的確診安排 然後國家副總理韓正昨天出席的全國政協助港澳互聯組的會議時 詢問議會者說香港是不是有私家醫院接受新冠病人多名? 不是意願莫應屬實的韓正,只為做法有為白衣市民 表示未來特首要解決深層次問題 那家長的鄺先生表示兩歲大的兒子發燒到適時40.5度的情況 就在冒著這個十度寒冷的天氣自行私家醫院求醫 醫生說回家就可以,現在回頭只能冒著寒風抱著小孩子在醫院門外為退消藥 最後要等救護車轉中去到公立醫院求診 翻查在全港十三家私家醫院最新營店主要 絕大部分都不接收新冠病人或是以致物接接觸者部分 甚至不接收強檢大廈居密部 過別私家醫院為上呼吸度感染徵兆的病人 提供自費病毒測試結了程陰性使徒在公共訪診診診服務 一旦良性一轉介公園處理 有關報道刊登之後,日文匯報也有報 港私家醫院未知趁火打劇,發燒病毒都未去註門外 公立醫院醫院,文藥平骨醫名禁治,窮診病時 私立醫院就手旁觀 韓正在詳細說,韓正剛才說的開會會是關注這件事 出席會議員包括前特首梁振英,澳門特首學校 國務院的辦主任夏武郎和台文的中央主席蘇輝 一位政協委員李大壯就說,韓正文之後 多名委員就說是真的 這個不可能違反白衣天使市民的救人 質疑為何要選病人 每個市民的生命一樣不重要 就說中國武漢爆發疫情 不論供應醫療或施營醫療 都盡力參與救治救人禮 先探測目前的形勢 韓正就說,目前香港的疫情上還未到 改變更快 確診人數還有上星期 但其實昨天報的數字已經跌了2萬多 應該跌了一點點 還是說,控制疫情首要 下一步是進一步加大疫情 亦到保障物資供應 例如寶醫療或建設降低 長者死亡率提高接種的人數 韓正議會大提到 未來特首的期望 希望港區全國政業委員線 手上一票下 特首領導未來發展時 需要有效施政工 包括土記、財政、產業發展 做到民有所夫 政府有所必應 可以向港主動對接國家發展 為解大局 再更新的是今天明報說的 他今天提到方充醫院 已經陸續完成了 整個大代表陳勇 有隱藥隱藥 主要關鍵是高校使用 韓正明 繼續關注本國私家醫院 拒收分官患者 希望這件事是假新聞 重新醫護人員 救人天職 因為有些醫院出來澄清 各個醫院出來澄清 例如性本力醫院 譬如性本力醫院 譬如說服務了幾千名醫管 轉介病人 這樣說 下面還有些事情跟進去 下面還有些事情跟進去 人大代表葉國堅說 會上提及私家醫院的篇幅又不多 在場 人大代表未有跟韓正講 五本講醫院的情況 跟著剛才提到的李大壯 前天也有跟文部說 未必每間醫院都會接收傳染病人 即是李大壯昨天回應說 不是不同的意涵性 認同醫者父老心 沒理由見死不交產 現在私家醫院的設施未必扶人 這可能造成加差感染部分 私院病人多數是長期病患病 原來也沒有復活病床 原來也沒有復活病床 這樣說 先停一停 其實這件事很有趣 原來昨天早上和今天早上的新聞 被人發現兩件事好像不太回答 這件事很有趣 是否連政治局常委都開始去到micro-manage香港 因為這些事其實是很小的 這些其實都是一些微觀的事情 不是一些宏觀的政策大方向 去到如果連這些事情都要micro-manage 其實是甚至是搞到中南海都會行政上超載 而且我也懷疑可能在他們 現在被統戰這個團隊上 可能真的有一些醫療界的人出了聲 說了實際上私立醫院的狀況 所以現在可能是想收回昨天所說的說話 嗯 也都有機會 你都明白私家醫院其實是一些大媽省 或者是一些比較有錢的人 熱用的地方 這個很容易被人聯想到 這個也是一套技術的部分 所以你看到他縮我 你看到他有點退态 他退态也用了一些專業上的醫學理由 說私家醫院其實不適合接受 接受了現在中招的患者 是的 那補完最後 都是一套技術的 只是這兩套技術的 一個比較快一點 就是你避開急症癒 二來是一些比較少的 不是比较少,是比较偏满的手术,一些比较贵的手术在医院准备 但一般很大型的手术,性命有关手术,或者要快的急症 都是给公立医院的 接着明报今天最后一段时间,强调特首林郑月抗疫不是特首林郑月一个人的事 国政府部门除了公募员全力抗疫,韩正重新关键采取有力果断的措施减低病人 保护一路一小,但未提及动态性的林郑月,相信韩正强调比较社会讨论疫情 压力阴随足影响抗疫大局 接着陈勇再透露,本来今年批准是1月9号到10月8号通关 但是因为第五波疫情爆发,所以这件事就取消了 特首那段是挺有趣的,又是加上昨天早上和今早说的东西 有点来人寻味,因为昨天提了《未来特首》这四个字 接着会说说抗疫不是林郑一个人的事 其实有点细节,可能自从确诊数至几何级数上升之后 好像不再多个特首小姐开记者会了 是的,他都尽于不肯不戴口罩 记者会一向都不戴口罩 现在可能他叫我戴口罩,那我不如不开 你会见到他有时候出去巡视又戴口罩 但是那个例牌记者会好像没有再开 最近好像没有开 其实我不要叫出名的那些官员 又不是袁国勇,陈兆势那些 现在的官员我开始认不到样子 不知道是不是政府的共管某些做法 那些医官其实过去几天都有出过一下声 当然频率没有之前那么密 其实因为现在你派了医疗小组来 如果你跟他们说话口径有太大分歧 就会对他们的风险也会太大 嗯 我看到车工在这里 我之前在车工讨论白衣天使 是的 白衣天使 这个二人这个概念大家是怎么来的 就是大家平时看什么 有白衣天使 我也有人看日文的 看到医院变成了日文我就 咦咦咦咦咦咦 不过这个白衣天使就是说 就是私家议院要求私家议院去好照顾病人 这个好像荒漠 因为私家议院本身就是生意 本身就是富有钱人 但是这个大家要理解 这个是大陆思维的 就是大陆的 大陆的最原初应该是共产 尤其是医院应该是要为人服务的 当然大陆是 当然我们知道大陆是另一个景象 我们上网看很多的新闻到里面 但是他理论上 中国理论上是限医疗共产 是很久之前的理论 是很久很久之前 甚至我很快看到在网上有人说 大陆的医疗剧 甚至都不介意说 你记得要交易 记得要付钱的对白都会写完 是 还有白衣天使 这个名字很久以前 以前小学常识科 讲蓝的隔壁的故事 会看一看 那时候 可能 那些年代 之后就越来越少说 嗯 加多个白衣之天使 会感觉少少少 日本也不会这么说 是的 白色举探 白色举探也不是一件好事 是的 是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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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似乎 要 似乎都是大方向 但是 政府 不是 香港政府做不了 我们 中央政府 政府就要违及 违及香港的利益 那 中央政府就要出手相救 我无论 不论 要用多少人力 中央政府都在所不辞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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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 那 100% 可以用 所以 那 就是现在的医疗服务就是对整个社会的管治的权 或者去到一个市民接受由哪一方面去管治 因为当去到身体政治的时候 其实就是出现了市民会有很多新体力秘密给你 有什么不可以给你管呢 市民会在这方面接受由哪里去操控 由哪里去管治自己 由中央专家 会慢慢地接受这件事 刚才昨天的报道会有提到 有政协会议 那很顺利成章会有梁振英 另外现在陈楼波又说真的会再再派多一项钱 而且根据今天的报道说 手续简单说百分之九十九的香港人 是没有需要再加的新手续都可以可以拿到 烧了四月就派了消费券 所以不一定需要之前的三个TenetGo、RechatPay和AliPlay的apps 但好处就是,如果你之前申请过,就应该凡事,因为之前大家都记忆犹新,洗钱方面,你不会记忆犹新,洗钱方面你就会没了印象,洗过了都没了,有几千元,说一声就没了,但你只会记得申请有多麻烦,叫做申请会好些, 有个情况是,很多长者都不见了,然后大家就走去排队,无论是自见了,还是把申请坏了,我不知道他们怎样用,但是是一个问题来的,用申请,其他三个手段就可以拿到五千了,因为他自动地进去, 应该要过来的数据,八通就好像晚上洗了四千,然后再洗多一千,就是有个分别在这里,你说我消费券,当然暂时都不知道这个情况是怎样的,但是相信是政府有经验,应该会处理得好一点的, 因为上次如果大家有几日消费券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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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车叫人拿着我按了,幸好我的房门关了 我是不知道的 关于陈望波又另一些传闻 刚才想把两件事串在一起 都可以想象到是什么回事 但其实韩正令又说了一句话 说要选委是适中手上一票 之前是不是梁美芬说道不如 还是有人说索性干脆改了是选手产生 这个好像是一种开天沙家乐的还钱 大家都还是有兴趣 还有提早放暑假 突然间在我们查看这个话题 突然间马峰一转就转了 但是昨天大肯都提过了 难道八月大天时 那怎样去试试呢 是的,因为提早放暑假 就会提早放暑假 大家提早放暑假 到了最热的情况 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如果一直对病毒的理解 就是越冷就越夸张 一一热就会活和一些 但是当然 现在我不知道最新的病毒变种 是会怎样呢 会不会更加热 又会不同 是的 唯一一个大的问号 就是还会不会有新变种 还是全世界的经济 就是乌克兰才是头等大事 现在这些可能全世界的媒体都夹计 说变种其实都已经做了一部弱化 就是跟着淡化处理就算了 是的 搞什么逆战 人家在打仗呢 当然我们知道 中国和中国和香港都买一步 就是中国的买一步 大家在乌克兰的情况也看到 在乌克兰的情况也看到 电视馆的日晚 就是中国那个 我可以在乌克兰再说 有这件事看到中国的反应是 为什么这么慢呢 是的 那些情况 是的 当然 如果在乌克兰之前 在乌克兰的中南国的态度 那时候是奥运前的 奥运前的 他要做很多事情 其实就不可能在这些时刻再 其实就不会想理香港的市值 现在奥运后 但是现在又搞五百难出来 实际上 到底他们花了多少时间去思考 找哪个做特首 应该就不太多了 照这个思路再推论下去 这些信号 到底是 到底是不是言者无心 还是我们有意 就再提交 但我想 怎样都过了 3月底 4月初过一关 我想他怎样都做好 他怎样都过了 全民检测过一关 先前再测试一下 我看这款 如果不是 他整个特首跑马仔 整个特首跑马仔 就要再延期了 原来就变成了 变成了6月30日前 就变成了 变成了 现在也不像是这样 我刚才的说法 令我觉得 国际的事 香港在某种程度上 淡出了国际舞台 或者国际焦点 现在似乎是剩下最后 其实我说中央国际 都不太管香港的事 香港唯一会受国际关注 应该都是在香港这么密集的环境下 做全民强劫 尤其是做社会学的人 或者做很多政策研究的人 都是看着香港的 香港身为国际都市的唯一出路 竟然是做全民强劫 这也是颇讽的 是 是 我们唯有静静等候结果 这件事 是 我们各自都 我和鸡毛各自都收到100元 早晨课金 多谢听众的支持 多谢 不过都提醒各位听众 其实都还可以透过西昂的户口 是的 大家记得了 大家记得了 西昂 所以就给我们 虽然应该还可以吃东西 可以大家一起吃 现在不能整台一起吃 还没有整台一起吃 但是都可以和我家餐厅一起分享喜悦 是的 是的 好 这样就到这里 既然都说了 少少拉到这样子 下节我们也要转回去这样子 是的 下节我们再回来